观众你好 欢迎您收看中天新闻 我是柳亦秀 先说跟您说一声新年快乐 不过首先最新的连线焦点 带您来看到这个是发生的意外消息 这是国父的孙女金船发生车祸而成严重受伤 目前正在医院全力抢救当中 而胸腹部受伤都非常的严重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林佳元带我们来掌握 佳元 国父的孙女孙岁芳 在今天早上发生很严重的车祸 那他到院的时候已经有生命的危险了 那今天他的主治医师怎么说呢 一起来听听看 我总结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头部胸腹部的一个创伤 多重的创伤 那到急诊来的时候是血压几乎量不到 心跳也几乎量不到 那结果急诊初步的抢救和检查 然后进到开刀房 那开刀房赶快就是主块控管先把肚子打开 发现刚刚正医师有提的 有多重的一些器官肠子 肝脏血管赶快给他止血 然后先第二阶段 我们是把主动脉 胸腔主动脉 现在在修武主动脉 第三阶段 他的胸腔的肺部又受到伤害 所以现在第三阶段 我们进行第三阶段的 那个胸腔的外科的手术 你们意思说这手术会继续多久 我想有进一步消息在跟大家报告 现在还在第二阶段的这个情况当中 大家辛苦了 我们全力的来 好可以听得出来呢 主治医师表示说 孙岁芳来到现场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非常危险 因为主要的他的伤势是在胸部 还有头部 还有一个腹部的地方 出血非常的严重 一般人呢 如果失血超过3000cc的话 就有生命的危险会休克 那他到院的时候 就是输血 要输血12000cc到目前为止 而且他当时已经失血了超过3000cc 所以说非常的危急的状况之下 当时还没有测的脉搏 没有血压的一个情形 所以说呢 他第一个小时 第一个阶段呢 花了五个多小时都在进行止血的动作 下一个阶段才会进行相关胸部 头部还有等等的地方的修补动作 是第二阶段的手术 待会有任何最新消息也会随时插播 把镜头先交还彭丽主播 好谢谢佳元 国父孙女呢 金船发生车祸重伤 目前还在医院权力抢救当中 这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